各位早晨,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文台的天氣節目 我是賴宏俊 受到低壓槽的影響 廣東今天的天氣都頗不穩定 我們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就可以看到 跟低壓槽相關的強對流發展 是影響著廣東和沿岸地區 而在雷達圖上面更加可以清楚看到 一些強雷雨區正是影響著廣東沿岸 為這些地方是帶來大驟雨和雷暴 而去到今早早 各區的最低氣溫大概是28、29度 受低壓槽的影響 我們預計今天的天氣都是不穩定的 而香港今天會大致多雲 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的雷暴 日間是炎熱 最高氣溫大概是32度 吹和緩的西南風 離岸風勢是間中清靜的 而未來的天氣是怎樣呢 我們看看雲宇的預報圖 預料低壓槽會在明天 繼續為華南帶來不穩定的天氣 到時這些地方 會是間中有大驟雨和雷暴的 而去到這個星期中期 廣東沿岸的宅雨會減少 但接近周末的時候 又會再度受到低壓槽的影響 廣東沿岸的天氣又會變得不穩定 我們只望明天會間中有大驟雨和雷暴 而星期三、四驟雨是會減少的 接下來幾天的天氣都不穩定 大家記得帶一把傘 以及留意天氣變化了 這一節的天氣節目講到這裡 下次見 我們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 感谢观看